嗨 哈囉 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我的頻道 我的頻道是專門分享金融商業及更人成長 那今天的時間是2022年6月27號星期一 那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上次有跟大家提到說 一般正常情況之下 美股結算之後 就是容易跟它結算之前 成為反向的一個行情走勢 那我現在看的話就是沒有錯 就是說從17號上週五 上週五美股結算之後 那現在有一波的反彈 現在已經反彈來到月線的部分 現在已經來到這個地方 那當然這也是一個壓力 但是現在看起來感覺有可能會再往季線的方向上去 那現在來看的話就是說 從結算的前跟後來看的話 它剛好是結算前一個禮拜跌下來 那現在剛好又漲一個禮拜 所以這個跟我上次有跟大家分享說 一般正常情況之下就是 結算的前後 那個行情就是會剛好顛倒 前面是壓低結算 結算 然後後來結算完之後會拉高 如果假設說拉高結算 之後結算就容易跌 那其實它現在的時間的滿足點已經差不多 因為結算之前跌一個禮拜 那現在漲一個禮拜其實也差不多 因為面臨到現在一個月線壓力 有可能接下來就反轉下來 所以因為它會形成跟結算的時間是一個反向的活動 所以接下來的話可能就是 比較不會有這麼大的一個反彈的力道 因為上面來講的話上面都是一個套老的賣壓 套老的賣壓 然後目前來講的話 它這個行情其實這個都不是叫多頭 這個其實都是叫反彈 反彈 因為你用比較長進去來看的話 目前來講這個下壓的力道都還是很大的 所以就以上分享跟大家講說 結算 上次有講到結算 跟結算後的話 其實行情都是這樣反轉的 或者是這樣拉高結算 點下來 以上分享給大家 謝謝大家收看 謝謝